大家好, 今天介紹這把Spider-Coal的刀箱 這把也很特別的樣子 如果沒有見過你一定覺得很過癮 這把其實是一個羅馬尼亞的製造 這個叫做Alexandru Diaconescu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你看到它的形狀 首先你看到G10的頂 VG10的刀 你看到它是一個Backlog 再加上一條Stand-Off 這個是很有趣的設計 因為很多時候Spider-Coal的刀 你看到它是一個Backlog的刀 多數是由頭封到尾 很少會在中間封住 後面就開封 這個比較少 而且Spider-Coal的刀 它多數的Handle Scale 一包就包含了 又很少會這樣露出來 就是拉拉露出來 這裡用來穿刀繩 開來看看這把刀 你可以看到它的刀很厚 你看到厚身 而且它是超貼變的 就是它做到是超貼的 它近乎拿了整個 裡面整個邊 整個邊有多少 就拿盡 放了這麼大的刀 開來看看 它做到這麼貼 都很厲害 那又... 完全... 沒有... 應該都鎖不到 我這裡看到了 我這裡放了 不知道拍不拍到 我看到它是完全鎖不到邊 它收到這麼貼都鎖不到 因為這把是日本製造的 這把是日本製造的 在關市的一些廠裡代工的 那就是Badlock 它的型是超厲害的 它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改... 一個改版的灘圖 它跟普通的灘圖 它跟普通的灘圖 認同了 就是整把向上屈了 上去 你看到它這個 有個... 一個... 一個假的封 在這裡 把貼頭再挑上去 再挑高一點 它中間很有趣 這個小小把封刀 但是有條很細的 枯拿在這裡 這個我覺得相當有趣 就是這個... 這個位置 那它又不是說 給你拿來開的 因為它收進去的 這個... 枯拿的設計 是... 幾特意 那它的...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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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 你看到這裡寫著 這裡寫著 Dialex 有它的... 簡稱的... 花名的Logo 即它不寫全名 全名太長 那這裡寫著是... 關市 日本關市的廠代工 那... 那... 它又不是說... 它不是很大把 它不算大把 那... 而且它的柄呢 亦都是長 那個封比較多 就是整個形狀 可以看到 那... 它這把東西 是相當... 用來設計 食力的... 刀 你看它... 它的... 做工做到這樣 即它有很實正的柄 有一個很堅實 但是夠短的刀鋒 那... 看一看這把刀應該用來插車頭蓋 應該不會... 不會... 不會有事 因為你看到它的厚度都這樣 就是... 這裡起碼都... 4mm 4mm 多一點 那... 那... backlock是很穩固的 這個不用... 質疑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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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不用... 就是你看到的是三尖八角 這樣夠... 這真的... 可以划多一點 dfw 甚至從手中動畫上來 拿下鍵 大家有點… 這個你... 刀應該要剩一遍 那... 它... 這個地方是掌的 它 sağin 這剛剛就用到的手指 它是兩邊一樣的,所以可以兩邊撞 兩邊對稱,所以就用左右手也沒有問題 就是一樣用左右手,完全對稱 整體OK,如果OK它的型,我覺得是 一把機有趣的刀 因為它有一點像波斯刀那樣彎的設計 但它加了很多Modern 完全很crazy的線條 你看到它的頭,像一隻西牛 也是一把很破格的刀 對於Spytical這些比較老正的牌子來說 是一個很破格的設計 如果這把東西,你問我有什麼彈 我會看到,這裡一看就看到 看到這個Swedges 這裡左右有點不對稱 看到左右,這邊低了,那邊高了 這個一定不是設計問題 就是,它開的時候就忽略了這裡一點 那,拿下的沒有什麼地方很硬手 整體都很硬手 一百多好的刀 即是,如果你OK它的樣子 很多人可能覺得很奇怪 但有些人喜歡一些外型特別一點的刀 那,百貨就已經百黑了 好,今天介紹這把Spytical的Battle Station 忘了告訴大家這把Battle Station 介紹,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